上兩集我們走過本地人的早市市場 去過漁人碼頭打卡 吃兩間傳統的煲仔飯 最後一集順德之旅 我會帶大家來到順豐山公園逛逛 再去清徽原博物館參觀 當然逛逛遊客必度的金榜上街 找幾間去試吃一下 看看服不服啦 如果你都有三天兩夜的假期 還沒想到去哪裏 不如跟星星去順德玩一下 Let's go 歡迎來到星星大團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多的高鐵行程 你就一定要訂閱一下我 記得幫手留言和讚好 Hello 各位星星 今天就和大家來到順德的 你看得好便吧 順豐山公園 Let's go 順豐山公園免費入場 可以由北門開始 經過五行橋 會見到有稱亞洲最大的牌坊 高度有38米 而闊是88米 重量達到1.4萬噸 現場看到這個牌坊 真的很宏偉 公園非常大 相信走一天 都未必能走到所有地方 除了有大自然的景色 亦有很多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建築 非常值得大家過來走走 如果大家時間充足 我建議可以由北門開始走到西門 再走一個圈 由北門離開 就會看到最多的景點 這裡進去已經是青雲塔 現在來到就看到這個塔 打卡拍了一張照片 是不是很漂亮呢 行不行 塔旁邊有條路可以走上去 我想大概走兩分鐘便會到 但這裡是樓梯 如果走不到樓梯的朋友 就自己要留意一下 它的樓梯全部都是鋪好 現在其實已經看到了 今次看這個叫做青雲塔 原名叫做神布塔 在公園的另一邊 亦有一個太平塔 一高一低互相守望了四百多年 自從建築這兩個塔之後 令到順德的文魂也震興起來 兩個塔都是順德傳統文化的重要遺產 和參觀 varies 大家看到這裡的餐飲船 那麼搞笑 這邊是有些薪館 你看這些薪館 简單的薪館 真的都看見 偏少少少 應該是兩間打卡的飲品 就完成了 是很強的冷氣 好像沙筆 Hello 有什麼飲料 人們特意來這裡打卡 很漂亮 這間就是這個山牌 金魚雙皮奶 16元一個 想看到這裡有些休息區 現在很涼 不斷有風吹 坐下也挺舒服 春休 沿途在這裡到處逛逛 其實景色真的非常漂亮 也看到園區裡有很多人在騎單車 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選擇用單車去遊歷一下這個地方 看不看不看 類似教堂的建築物 走到差不多去下一個景點 大良的清輝園 現在就來這個清輝園 在對面 這個位置就比較熱鬧一點 這裡很近那條步行街 所以這裡是非常熱鬧 店鋪也是非常集中的 如果不想想去哪裡 過來這裡逛逛 什麼食物都可以吃 現在我們去清輝園 這個可以在微信 公眾號買一張門票 15元一張 這裡可以掃到二維碼 預約買票 這裡開放時間是9點到5點半 5點就停止入園了 一個就是9點到1點 一個就是1點到5點 而我看到大眾點評那些 就是有盜賞團 60多元一張 有一個人帶來講解裡面的東西 很漂亮 這個 是鹽票區 我們看到有限額人數 現在還有很多三千多個位置 我們進去 如果你想聽一下博物館的講解 也有免費的講解 清輝園是廣東四大名園之一 很多嶺南圓林的獨有韻味和設計 也可以在這裡找到 整個大則裡面也種過超過200種植物 在裡面 莊園堂 這裡就放了它的狀元衣服 駿士衣服 順德第一位狀元就是清輝園最早的主人 再去到農事家族再出六個駿士 這裡其實居住過不少的歷史名人 來到這裡就可以了解到不少的歷史文化 當日也看到有些學校 帶了學生來這裡參觀一下 為什麼每個人都這樣推出頭 為什麼 小心 可以走進去 很大條魚 很肥美 超大條 普通的位置可以穿過去另一邊 那邊也可以穿過去另一邊 那邊也可以穿過去另一邊 其實很多人正在進來打卡 有很多這些位置 這條街最多就是賣魚皮的 我還沒吃到魚皮 我還沒吃到魚皮 我還要找一間來試試 因為這裡也是很出名的魚皮 哪一間好吃 人們說全部都是服的 是不是真的 現在在華蓋里直街 現在來到這間文訊老店 人們說這間都挺好吃的 所以特別過來試試 這裡整間都是那間文訊老店 這裡寫著正宗雙皮奶 1925年起 你看門口超級多人排隊 店舖很誇張 不過總是想試試 來到當地 很多年歷史賣雙皮奶的店舖 都試一下 因為試過才知道 可以告訴大家 哪一種是好吃 哪一種就沒有那麼好吃 我覺得在三州市場吃的那間是好吃的 我試一下這間 跟那間比較 是不是也是一樣好吃 這間店舖很大 坐爆了 好厲害 可以看看這間文訊老店的雙皮奶 凍臉的13元一份 也可以去加其他東西 加其他東西 可能加芒果加10元 如果加蓮子法合集 再加多9元 這間價錢一定相對上 就會貴一些 因為它在旅遊區 這個就是雙皮奶 加蓮子20元一碗 就只是雙皮奶 13元一碗 筆上去的感覺是滑的 你看看 它是結身的 你看到它 這樣也不會掉下來 上次吃的就不太甜 這個就偏甜一點 但也是滑的 它主要是甜味 還有它的蓮子是偏硬的 沒有上次吃的那間那麼軟 有些特產的 多味奔沙 42元一包 大糧農耳 20元一包 這裡假日 即是好像五天 這些節日時間 是超級多人的 如果想避開一些人流 就盡量選擇一些香港的假期過來 有些傳統雞仔餅 這裡也挺流行的 可以試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間魚皮店這麼多人 打卡未吃 貴視新聞直播過 鳳城就是剛才說的那間 他們排隊排了很久 這間就是超級多人 好多人 就隨便找了一間吃魚皮 那這裡呢 沒有啊 走得很熱 隨便找一間 看到它的裝修挺舒服 冷氣又很舊的 店舖 那又試一下它的雙皮奶了 幫大家 這裡就10元一碗 還有涼皮 因為我想吃它這裡的涼拌魚皮 所以就隨便找一間 因為每間都好像差不多 這個魚皮的味道 有點像泰式的風味 有點冬性 有一點點酸酸辣辣 但不是很入味 不知道是不是這一間 不是特別太好吃 它們的花心是軟的 但它的魚皮是很爽口的 現在在這個金榜上街 可以看看它的指示圖 其實都挺大 走幾度就能走出去 看看花張 這裡有一個觀音匹 前面就是排方 排方到左邊就是剛才走的那條街 有很多魚皮吃 金榜進去之前 有一個廁所 大家可以在這裡 去完廁所才進去 不然就 要去到另外那邊才有廁所 由這個金榜走進去裡面 左手邊 一直直走 其實可以走回到剛才那條 步行街那裡 大家可以選擇 由哪一邊走去另外那邊走 走啦